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廷彼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们在12月的先做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这个月里头对于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工作运上面呢 是属于前半个月很顺利 后半个月里头呢 职场面风波比较多的一个月份 那这个月里面呢 12月1号到12月15号的这段时间 是工作运相当良好的时间 天蝎座的你跟同事之间合作是相当愉快的 那你和同事合作的一些企划或是专案呢 在这段时间里头都会有很棒的好表现 也会让你的上司对你们相当的肯定 那这个月里头要比较小心的是 从12月19号一直到明年的1月29号的这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因为定性逆行的影响 天蝎座的你会感觉到你的职场上 有非常多的八卦留言口舌是非 可能跟某一些同事的私生活有关系 或者是呢 这些不实的消息是跟你有关系的 那当然天蝎座的你如果跟着去八卦其他同事的话 可能后续上就会跟某一些同事闹得不太愉快 那当然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里头 最好就是不要去相信一些不实谣言 不要去讲别人的八卦 自然就会比较平安一点 那如果你听到的这些不实谣言是跟你有关系的 也要尽快去澄清哦 还有抓出来到底是谁在讲你的八卦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天蝎座的同学们来说 在整个12月里面 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那天蝎座的同学们呢 只要多努力认真的你的课本上呢 自然就容易拿到好的成绩哦 那在小考还有向内考试的部分 上12月1号到12月15号的这段时间呢 天蝎座的同学们考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那主要是呢 你对学业是很认真很用心的 加上在学校里面呢 会有一些贵人相助哦 会跟你讲说 诶什么地方会考 什么地方是重点哦 天蝎座的同学们一定要用心记下 这样可以让你拿到更好的成绩 那这个月里头在学业还有考试运方面 比较小心的是12月19号 一直到明年1月的29号的这段时间哦 这段时间里面呢 因为精心逆行的影响 天蝎座的同学们在小考还有向内考试方面 考试是比较不好的 主要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天蝎座的你就还蛮爱玩的啦哦 不太认真念书上课的时候 其实也是能玩就玩 能混就混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你的学习成效就会比较差一些哦 所以在小考还有向内考试方面呢 考试出来的成绩就会比较不理想一点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这段 精心逆行的期间当中哦 天蝎座的同学们 还是要多认真在你的书本上面哦 稍打一点手油 少做一点剧会好一些哦 这下我们看到的是金钱好财运的部分 那财运呢可以说是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的重点哦 因为搞底起伏是比较多一些的 从12月1号 一直到12月12号呢 都是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运市场 相当良好的时间哦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眼光是很精准的啦 所以在投资理财这一块容易会有好的获利 另外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意外资产也是还蛮容易入手的哦 那天蝎座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买张财卷试一下手机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12月18号 一直到12月31号的这段时间呢 是财运相当良好的时间 天蝎座的朋友们很会赚的时间哦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自己做生意做网拍或者是呢 你是做这个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业绩是相当亮眼的哦 会让你多赚到很多钱 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哦 另外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市上 也是相当良好的哦 容易从不动产相关的买卖上 能赚到不少的钱 另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如果你要住房子买房子的话 也容易找到价格合理 无况良好的物件 那这个月里头呢 有几件事情也是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金钱财运上需要特别扫心的 在12月1号到12月17号的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的不动产相关的 买卖运势上是比较不好的哦 那在做任何不动产买卖之前呢 一定要确认一下合约 也要确认一下你买的物件哦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呢 投资理财方面的运势是比较不好的哦 在做任何有关于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决定之前 一定要先想清楚 另外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有一些天蝎座的朋友们是属于买东西 买到十孔的一个情况了哦 看到喜欢的就很想买 而且呢很难控制自己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 花出去的钱就比较多一些 那如果你想要多存一点钱的话 这段时间要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消费哦 最后一段小心的时间是从12月19号 一直到明年的1月29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 其实是很容易被开交通罚单的一段时间啦哦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记得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就能减少破财的几率 另外是有一些天蝎座的朋友们 现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的车子 比较容易会有伤损的情况发生哦 那可能会让你需要花一笔钱去整修 或者是需要去修缮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12月19号 一直到明年1月29号 这段精心逆行的期间当中呢 天蝎座的你是很容易被开交通罚单 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哦 这段精心逆行的期间当中 一定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降低被开罚单的几率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是于1号到12月17号的这段时间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 比较容易会有烧烫伤 或者是撞伤头部的情况发生哦 那有一些天蝎座的朋友们 能够少抽一点 就记得少抽一点 也要特别注意肺部 还有呼吸系统的健康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 其实你的桃花运是相当良好的 但是我会建议你哦 在这个月里头 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保持你冷酷的姿态 少说一点话 就会少出一点错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从12月1号到12月31号 就是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 其实好桃花都会出现在你身边的哦 那加上呢 天蝎座的你 其实是非常有美丽的 很容易吸引到会喜欢你的人 那被追求的几率是有点高的 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对象 是你的菜的话呢 就直接一点哦 成功发展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另外呢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好友闺蜜呢 如果要帮你介绍对象的话 在这个月里头帮你带来对象 都还蛮不错的哦 天蝎座的你去吃饭啊 去聚聚的话呢 天蝎座的你一定不要拒绝哦 因为在这种场合上呢 你是很容易遇到很棒的好对象的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有两件事情哦 比较注意一点哦 第一件事情是在12月7号到12月18号 这段时间 烂桃花圈在你身边的几率 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那这种对象呢 其实还蛮好认的 就是他就是想要从你身上骗钱吧 所以可能认识你之后 就会叫你不断买东西给他 或是叫你把钱给他之类的 那这种对象呢 如果你发现你认识的对象 是这种类型的话 就跟他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会比较好哦 以免会有人才两师的情况发生 另外是从12月19号 一直到明年的1月29号这段时间 因为精心逆行的影响 有时候天会做的 你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 会因为太紧张 会有表错情的情况 说错话的情况 会比较多一点哦 可能反而会呢 伤害到对方的心 或者是呢 原本你想要好好的经营 跟对方的关系 结果可能因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反倒造成你和你喜欢的人之间 会有一些误会 所以会建议你在这个月里头 面对你喜欢的对象的时候 说话之前要想清楚哦 另外就是呢 如果你发现你说错话的话 一定要尽快道歉 那这个月里头 其实保持一点冷酷的姿态 其实会让你更加吸引人哦 要特别小心注意 在这个月里面呢 12月1号到12月18号 以及12月27号到12月31号的这两段时间 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互动 都是相当良好的 也是经营感情的黄金时间哦 那天蝎座的你记得在这两段时间里面 讲话要浪漫一点 多说一些情话 不要太冷酷哦 记得呢 多跟另外一半说你有多爱他啊 多一些亲密动作哦 多了解一下另外一半的想法 像是另外一半如果脸色怪怪的啊 或者是眉头绳索的话 一定要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 这样子做呢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深深感受到 你对他的重视还有爱哦 那当然你们之间的感情婚姻关系 就会变得越来越甜蜜哦 那这个要比较小心的是 11月1号到12月17号的这段时间 天蝎座的你和长辈之间 是沟通比较差一点的 很容易发生争吵 像天蝎座的你个性也很硬啦 长辈呢完全不会想要退让哦 所以你和长辈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呢 谁都不退的一种紧张关系 那这种关系久了 当然对于你和长辈之间的感情 就会有不太好的影响 记得退一步海阔天空啦哦 让一下长辈 让长辈呢可以消消气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不要太过强硬哦 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喜欢甜蜜丝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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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